这课教授防守无球人的技巧 强侧和弱侧有不同的应对方法 强弱侧是以球场两篮圈的连线为基准 球在这条线的哪一侧 这一侧就为强侧 另外一侧为弱侧 强侧的45度不能让进攻人轻易接到球 靠球侧的脚在上 手始终扬在传球路线上 掌心朝球 拇指向下来阻挡球 你不要站在传球路线上 因为这样会让进攻人反跑得手 而在弱侧的无球防守 位置的选择应以两个篮圈的连线为准 保持良好的角度 确保能够同时看到球和人 以造成局部五方二或五方三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